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叫木苦一五木 然后今年12岁 就说他写的这篇作文 短短的没多少字 但是催人之泪下 后来又有人怀疑 说这个作文有成年人代笔 但是现在看来 可能是他先写了这么一个作文 然后有老师给他做了一些润色 反正这个不重要 主要是这篇作文一出来 引起了很多话茬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作文的原稿 这个小孩子 你看他写的 爸爸四年前死了 爸爸生前最疼我 怎么样 然后最后又说到 你看他最后 就是说 妈妈拉着我的手 叫着我的小名 说妈妈想回家 然后他说我把妈妈怎么弄回家 然后这个给妈妈做饭 饭做好去叫妈妈 妈妈已经死了 课本上说有个地方 有个日月坛 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就等于就说家里这个父母伤亡 特别的这个贫困 所以呢 引起很多人 我们真是很感性 其实这个咱们的网上的很多人 我觉得特别感性 就是见风落泪 一落泪就捐钱 说捐钱捐钱捐钱 就好 一下子就几十万 几十万 九十几万 九十多万 就捐钱 然后呢 一有人干这个动作 就另外有人反唇相机 说四川梁山 遗族自治州 这块地方 是各种 慈善基金 扎堆成堆的地方 是 就不说别的 几年之间 两百多个亿 就投下去 但是就是 他们说这叫什么呢 叫大面 大面积 这个浇灌式的这种 这种扶贫 但是感觉 看不到什么效果 而且历年出很多事 就其实早在几年前 最早就说是有 集体拐卖儿童 的同工的事情发生过 再后来几年 就发现有爱之春 所以他是一直都在 新闻上头 然后所以就很多慈善团体去 那么所以到了 为什么到了最近 就出现有这么一种讲法 你没听过 好像是环球时报写了篇评论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网民 就这件事正好出来的时候 不是搭上我们申请冬奥成功吗 北京 然后很多人说 这申请冬奥干嘛呢 花这大笔钱 还不如做这个捐助 怎么样 然后很多人就怀疑 这个捐助是不是不到位 是不是有官员贪腐了 怎么样 那环球时报 当然就要出来护航嘛 那环球时报就说 没关系 那环球时报那个评论有一点 我个人不太能够同意 他说 梁州这个地方啊 有些地方发展得很好 有些地方其实没那么糟了 已经在大家的捐助底下 那有的地方还是这么糟 是为什么 他认为是文化原因 就可能一些人 他认为是吃惯了外头的捐助 男的不干活了 活都交给女的干 那他历来的文化就是这样 那是这样的情况 那有什么好办呢 我觉得这个讲法不是太健康 也不是太负责 因为他背后的一个依据 是一个在社会理论里面 早就过时的一个讲法 叫贫穷文化 就以前美国 以前贫富差距非常大 当然现在也还是 但在几十年前 他们常说 为什么有些黑人社区 特别贫困 当时一直的讲法就说 那是因为黑人天生下来那么穷 是因为他们文化有问题 把这个问题归咎到文化上头 我觉得首先不只不谈这个理论上的缺陷 更大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归咎为他的文化 这包含一点 就仿佛是说 遗族人的文化 就是会这个样子 而他们就是不能够现代化 那个现代化的步伐他跟不上 所以那整篇文章的基调 就要叫他赶快搭上现代化大的快吧 那但是第三个让我觉得更难受的是什么呢 你如果归咎文化的话 我们想想看 1949年建国以来 梁三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是历史上第一次 国家权力直接进入到那个地方 国家权力对他进行了很多根本改造 也经历过文革 经过了几十年 这样的一个介入 如果他的文化仍然跟建国前不是很有分别的话 那你是不是说是过去几十年 那这个责任是谁的责任 难道又不是可以倒回来又说 那你政府没把他文化改造好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讲话说不通的 当时我们是受这个马克思的这个主义的这种理论的 阶级划分的影响 就是到一个地区啊 先定 这个地区啊 这个是属于奴隶社会 然后就所谓的一日跨越社会主义 一步跨进社会主义 就是你从奴隶社会形态 一下进入了这个 跳过了封建社会跟资本主义 对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对 所以你说比如说你经过那么多的改造 它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恰恰相反 这个地方的确我知道很多NGO进去 但是呢 现在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我觉得恰恰在于没有 可能有些成功的地方 也有的 也有些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去区分一下好的地方 跟不好的地方分别在哪里 你会看得出来 东西做的好的地方 有时候是利用了本土资源 本土文化 或者说找到了适合他们的方法 比如说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 他带了一种日本的大米品种 那么在日本挨骂 因为他把这个米种带到这边来 等于带出国了 带到这边来就在那边 日间 对日间 他适合 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对这个地方特别有感情 然后在那边示众 结果众还不错 结果那个东西对他的那块区的老百姓讲 就还算挺好 所以你可能得要找到每个适合的方法 今天中国呢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被感动 我们也很期待被感动 而且所以我们总是出最美的三村女教师啊 那个三村女教师甭提了 那个告艳敏 告艳敏你知道吗 现在都疯了 就被以前被拐卖到毕杰的那个 不是毕杰 拐卖到哪 河北 我们河北 太行山 太行山嘛 你知道一个乡村女教师 是二十多年前呢 在十二桩火车站 被两个妇女给拐了 中间惊了好几手啊 有被男的这个轮奸呢 就强暴 所以到最后买他的这个人家 就他这个公公啊 拿着钱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跪一下求买啊 说你不 因为这几个中间那几手 他这就更不好 虐待他 所以这就算是拐卖 拐卖呢 开始呢 盯着他 怕他跑 他就是不屈啊 就逃跑啊 逃跑回来 老公这个打他呀 但是一年以后 他早好像在安徽还是河南 我忘了啊 他的亲生父母知道了 他的下落以后 他老爹劝他 认了吧 认命吧 就说你也有了孩子了 你就嫁了人的 你就是回了家 你也嫁不出去 而且呢 你公公婆婆为了买你 花了这么多钱等等 他于是呢 就认命了 就在这 在这之后呢 要不说这人都找存在 找自我的价值感 最后 他是村里唯一的初中文化的 最后成了乡村女教师 这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的事情 就这些年 这些年 听我给你讲 这些年是一个挺长的故事 就是说 他就做了这个村里的乡村女教师 兢兢业业 拿自己的钱给孩子买课本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还拍过电影 媒体就发出来了一个 就叫最感动 最美乡村女教师 多大年纪 30来 他现在不小了吧 当年拐被拐的时候 20出头吧 然后 还被什么感动 河北几大人物 然后这个事情就关联到当时南风窗 南风窗这个杂志 其实是挺有风骨的 在当年 这个记者呀 冲破冲冲阻碍 就因为当地的教育部门 发现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 暴露出了他们当地教育的弊端 而且呢 这个当地的这个南风窗 最后发出来的报道 好像就叫 大概的意思 就叫尴尬的榜样 就他是个榜样 可是实际上呢 他这个暴露出来的是 这个山乡 很多教育 衬脱了环境的恶劣 而且就是最近 又不知道谁 把他是这样 因为因为后来还拍了个电影 就有没有听过一个电影 有没有嫁给大三的女子 还女人 那个电影拍的 就是他的故事 几年前拍 那时候拍的时候 那个剧主呢 还答应说 这个故事很感人 得拿钱帮他们 把那个山尊路修好 结果后来电影拍了 上了那个钱 也没拿去给他修路 那么 然后感动了一大轮 最近又被拿出来讲 又在说 他是最美女教师 我想说 就我们很多这种故事 最美最感动 我们很想被感动 不是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他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吧 现在网上的群众冒充 不是冒充了 就是感觉眼睛 眼睛都血亮了 马上就看出这里边的问题 就说这是被拐卖妇女啊 当年被拐卖的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犯罪啊 是吧 你怎么能够说 就是一个 就是好像说 一个人被强奸了 现在你翻过头来 他让他认命之后 你反倒把他当成一个 谎样吗 可是你知道 太这个里边 这个复杂就在于这里 甚至连公安部的打拐办的一个主任 都在微博上说 就说这当年的这个被拐卖的这个罪行 应该追究啊 可是你知道 对于他来讲 迟到的正义 已经很难叫做正义了 他在这个村 他现在公共婆婆体弱多病 他得供养着他的公共婆婆 照顾公共婆婆 他公共婆婆知道他是被拐卖的吗 他公买的 但是已经是这个家庭的媳妇了 20年了 有孩子了 他的已经跟这个村融为一体了 可是这个时候 别人都在央上 让他伸张正义 让他当年买他的人 当年拐他的人 都应该承担责任 你说你说一个人 所以这个高雁敏 现在对外界就说 谢谢你们 让我平静平静 我只想平静 这个平静又被揭发 可能是当地宣传部门 让他跟他外界头这么讲 和谐 和谐 然后同时呢 当然很多人就说 不要再二次伤害他 应该不要再追究这么多 那么而且根据现行法律呢 其实是有缺陷 就我们拐卖儿童跟拐卖妇女不太一样 拐卖妇女呢 就是假如这个妇女被拐卖 比如像他这种情况 被嫁出去了 后来嫁人 在他如果 比如说他个人意愿 愿意留下来的话 那整个前面的那些事 是可以放轻来处理 那么 可是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 他那个村的村民 最近对他很不满 那最近呢 有媒体去的时候 看到他几乎疯了 在村口就大骂他那些村民 因为那些村民呢 很多就是最近很多关注他 就是说他成了全村的耻辱 那么让大家外的觉得 他们这个村很不像话 第二呢 就外头很多记者来呢 也探讨这个村是个光棍村 南风窗当年那个报道 就是发现这个村被拐卖的妇女几十个呢 对 然后呢 现在很多人 他们还现在那些男的 还问那些记者说 你们能给我们早点吗 我们村里还六十多口光棍呢 第三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 这时候因为大家关注他 所以外头很多钱进来 那这钱进来之后呢 上哪了呢 就应该捐给那个学校 他们就认为 这个老师 这个被拐卖的 这个告女士 他把这些钱呢 给贪了 就这么闲淹 村里不是很多这种话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你们这帮人都疯了 我这样 你们还这么来怀疑我 还怎么样 就闹得很不愉快 但这里面又是出现了 跟我们刚才讲 那个贫穷那个问题啊 其实有点类似的地方 在哪 他背后都会出现某种任命言论 例如说 有些人就提出 不要让他受二次伤害 应该尊重他 OK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有了家庭 他有的生活 他在那边可能生根了 那我们当然要尊重 但是这话要说清楚 这不能说 因此就不用追究 谁拐卖他 这拐卖流程怎么样 这还是要追究的 对还是犯罪的 因为你想想看 假如你不追究这个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你今天 任何一个妇女 被人拐卖了 拐卖了之后 被人强奸过 然后卖了给人 当然家老婆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 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你最好还在地方 当上女教师 十年之后 你还能感动中国呢 你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定要追究 你让他安静生活 是一回事 他可以获取他的意愿 是说他不走了 他留在这 但是当年的拐卖流程 要挖出来 但是假如 假如是他老公参与拐卖呢 他老公不参与 他老公是 他们家是买家 是买的 买家 就是据我所知 中国的这个法律 当然可能有待调整 但是过去呢 就是说买的人 如果 也是有罪的 不不不 没有 买的人 如果是去解救的时候 你没有阻拦 或者甚至还是积极配合 那么这个你可以没罪 就是买的人 所以就是咱们是对这个买的人 相对较轻 因为也担心 如果把买的人 罪要是重的话 更没法办了 更不好办 咱们去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你看他这事 我又是想起那个秋菊打官司 就是一个农妇村里村长 踢了他老公的当 对吧 他非要去求个清白 告告告告告到省城 最后呢 当这个法律下来的时候 要要法办这个村长的时候 结果呢 他又后悔了 他后悔了 因为这个村长救了他的孩子 好像是 那个时候他说 我不是要把村长弄成这样 就是说你已经融进了 这个当地的生活中 这里边有很多 法治跟人情之间的这个矛盾 但也其实可以不矛盾 为什么 因为其实法律上是赋予审判官员 比如说说法官 有一定的酌情权 就假如说 你就算他们买家 就他的公公婆婆家 他老公那边参与了 人口贩卖 比如他是买家 买方 出钱买 但如果说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 或者他的意愿的尊重 给予一定的酌情权范围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这个是要依法处理 我觉得要尊重这个法律 还是很重要 因为否则就在纵容人口贩卖 否则就在重容人口贩卖 还有他自己的信念 他的想法也很重要 你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一路都在想祝福 我一路都在想鲁迅的祝福 祥林嫂 祥林嫂来来去去和老六撞头 等等等等 我一直把祝福跟许地山的商人妇 放在一起讨论的 商人妇也是这么一个故事 讲一个女的老公出去做生意 他去找到老公了 老公把他卖掉印度去 做了人家第六个老婆 前面的故事 那个商人妇跟祝福了 那个女的非常像 也跟他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像 就是一个女的丧失了个人的权利 支配自己的 被一个社会的链条 推到了一个他所不愿意的处境 但那不同的是 鲁迅的那个祥林嫂呢 后来支撑他的理念呢 是那个柳妈跟他说这个门槛 就是你将来 你这一女不是二夫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一直到死 鲁迅写的这个 鲁迅写成一个礼教吃人的故事 商人妇呢 他那个老公死了 他拿了一笔钱出来 他读了基督教的学校 他做了老师 带了小孩离开了 所以他等于是 许地山描写了一个中国女人 在异乡自强 能够出力 最后呢 他回到故乡 去找他原来的老公 有点也不是说想要团圆 但是有点就是 让你看到我今天活得挺好的 那就是等于他后来的这个资助 我听你们讲这个故事 我想现在你们讨论的是 当地的贫穷 法律怎么追究这个人口的 这个贩卖链条等等的 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这个女的 她心里的信念到底是啥 就是说她是 你说她融入那个地方 她是原谅了认命了呢 还是说 她其实是 就是说她如果是 她被周围这个村庄里 逼得太厉害 她可不可以离开呢 我觉得现在她当然可以离开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最复杂的地方在于 什么叫她的意愿 按照她的意愿 她原来的意愿 她是想走的 否则她不用逃 她曾经逃过三回好像 都被抓回去 被暴打 那么当时她是试图求助 但是每一个求助关口 都被封住了 所以现在问题还 你追究的还不只是贩卖人口 追究的是当地的 安全部门怎么样 治安部门做了些什么 知不知道这些事 然后她向过 她自己父母求助 她父母就是典型那种观念 就是你孩子都有了 你嫁出去就好 她还在父母的想法是 你回来还嫁不出去 最主要是生了女儿 要人嫁出去 是这个观念 女人不嫁你就完了 这就牵涉一个传统封建观念 这就是鲁迅那个理想 所以你看她这个情况是什么 按照她的意愿 她是要走 但是所有路都绝了 当所有路都绝了 她就活在这 那她怎么活 然后她选择了这么一种活法 就是在那好像安家下来 然后在学校当老师 其实她是一个 就等于你想一个战夫 被人妇怒到后方去 在战夫营里面 她也逃不掉 要怎么样 然后她在当地 没有人喜欢她 她也生活下来了 就比如说战夫 以前我们看那种电影 也都见过 那战夫在被人家鬼子拿枪指着 那些那些在那边 自己种块小弟 种块园子 她就喜欢种花 你可以说我们尊重她一愿 让她留在那种花吧 但是因为她是那个战夫 她没办法 人总要活着 人总要为自己活着 找到点什么 他现在就找到这个 就我这么跟你说 好比是知青 上山下乡 你不回来了 假设 那个大势所趋 你逃得了吗 于是你就下去了吧 而且扎根了 大城市里的年轻人 这虽然不能说人口贩卖 是你自觉自愿 但是也是强大压力之下 都下去了 你就到了农村 到了这个边远的地区 就结了婚了 有了孩子 我跟你讲 一个完全真的事情 我们当时一起插队的 有个女生 非常漂亮 大家当时很多男生都喜欢她 可是她选择跟当地的一个干部的小孩好 因为她跟当地的干部的小孩好 她就被调到赶州的一个工厂啊 什么地方 因为就得到了一个当时的小安稳 二十年后 现在我们重聚了 她婚也离了 什么东西都撇开了 但是一个人回到上海 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见到旧同学 我们所有的 大家都是都不认识了 已经是你家 已经五十五六十岁 五十多岁了 怎么回首这一生啊 她当初就是自己这样走下去的 她是她自己的选择 但是今天这个 这个是毁是真是没法讲 所以我就老说 人哪是个处境动物 为什么包括咱们说个话 你都要看这个语境 这人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动物 你把它放在任何一个 放在地狱里 他也要趋利避害 或者也要找寻他的自我实现 对吧 你比如这么一个女的 在这么一个山村 我觉得为什么 他最后一心扑在这个孩子身上 所谓最美乡村女教师啊 你也得想想 人也有精神需求 他在这么一个地方 最后这也是他的季度 我听着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美的 我觉得美的是他的坚强 我觉得他是坚强的 我觉得他是坚强的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跟这个环境抗争到底 对 今天有这么一个社会条件 有网络 有这么一样一个环境 他不要扶贫 不要把那些钱给他乡村的人 开什么玩笑 他不欠那些人 对 他不欠那些人 对 但是这个社会是欠他的 但是这个记者 有记者问他 就说你有没有想到 当年在石家庄火车站 拐你的那俩女的 如果他们不被法办的话 他们还会去拐别人呢 你知道他说一句话 就当年 他说一句话也很有意思 他说我觉得 老天爷 不会总把幸运给这些人的 他们会得到报应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可以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最悲伤作文的这个作者 就这个呃 叫什么苦苦 就他汉文名叫柳怡 就这个这个小姑娘 哎就是作文就是他写的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 这是他跟他的这个弟弟吧 呃 在他们家里 这个 在看啊 这个 他们生活的环境 你知道 我觉得 就刚才咱们讲这个乡村女教师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都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 我就说这个人 他是个处境动物啊 如果你的这个现代文明 或者现代法治 没有进入到一个地方 你知道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 他这个会有一些啊 我觉得我把它叫做人类自组织的行为 都会发生 我最近看了一个东西 就是社科院的几个博士后 他们到就到类似于这个 呃 遗族啊 就是梁梁山这种地区 就中国最偏远底层穷困地区 广就是上千万的留守儿童 你知道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常态 六千多万吗 啊 几千万 六千多 这些孩子 乡村底层的这些孩子 你知道他们现在做的这个研究 已经发现他们出现什么行为 因为对他们来讲 父母很陌生 嗯 都没有父母 都就都跟父母跟没有一样了 外出打工 那么尤其是寄宿制的学校 你会 我叫我感觉啊 他们就出现类似于小动物的行为 就是少年帮派 嗯 在这些地方 我现在打死人 对 小孩那个不就那 就打死小孩的 就是违纪他们的关系的 就是少年帮派 比如说兄弟帮 兄弟帮 最早 哎 你就看啊 就跟当年黑社会产生是一样的 就是大孩子要欺负小孩子 高年级的要欺负低年级的 于是低年级的呢 本来是为了自卫 抵抗高年级大孩子的欺负 抱团成立了这个帮派 然后到最后呢 他们也开始欺负别人 所以他们甚至还有这种 任亲戚的 就是哥姐相称 或者比如说几个女孩 跟一个哥哥 他们就一个抱团 哥哥老是保护这些女孩 女孩呢 可能帮着哥哥买点零食 帮哥哥洗衣服 你看这些孩子们之间呢 没有父母和社会的照顾之后 他们自己为了自保啊 形成这样一种 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 很多少年帮派 甚至还有一个情侣 小学生都失恋好几回了 情侣是就互相取暖 你看这孩子们 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 其实那些留守儿童啊 现在很悲惨的地方 在这里面还有两百多万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听过这种人吗 就是老人也没有 老人也没有 爸爸妈妈也没有 这个六七岁小孩一个人住